大家晚安 我是陈團熙 一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全團各地的天氣狀況還不錯 可是空氣品質來得比較差一些 今天用一些比較不一樣的圖片 給大家了解一下整體的天氣 首先這張圖是這個偏2.5的預測 從圖上面可以看到 其實整個台灣的西半部 在今天星期六以及明天星期天 這個偏2.5濃度都會比較高一些 這個原因是因為風向上面 都是屬於偏東風 所以東風吹過來碰到地形阻擋之後 在整個台灣的西半部 整個擴散條件是沒有這麼好的 污染物容易在這個西半部做累積 尤其是在山區的邊緣 像是在這個今天 各地的空氣品質狀況都沒有這麼好 那預期像這樣子的狀況 還會再持續一個2到3天左右 這個天氣有變化 預計要來到下禮拜二 這個空氣品質狀況 才會有比較明顯的好轉 可以看到在這個中午之前 偏2.5濃度稍微小一點 中午之後呢 這個偏2.5濃度有比較明顯的增加 所以提醒您 在未來幾天 如果這個呼吸調比較敏感的話 要多留意的 這種空氣品質比較差的情況 將會再持續一個2到3天左右 至於從衛星圖上面來看一下天氣 衛星圖上面可以看到 其實台灣四周雲量還是有的 可是台灣上空的雲量並不多 整天感覺起來是比較晴朗一點這種天氣 預期像這樣子的天氣狀況呢 在未來幾天還是會持續 風向上面是屬於偏東風 所以在星期日 星期一 以及星期二的上半天呢 這個天氣狀況都還不錯 天氣比較明顯的轉變 預計要來到禮拜二的下午 禮拜第二的下午到深夜呢 這個新的一波東北風 開始逐漸的正要加強當中 所以可以看到 從星期二的晚上開始 這個北部的這個降雨狀況就開始出現了 開始有一些水氣進來 但是呢來到星期三是主要影響的時間 所以在星期二以及星期三的天氣 要多留意會是有一些變化 但是第二波冷空氣 預期是要來到下禮拜的後期 來到星期五又開始南下 這波冷空氣會更強了一些 而且呢為北部帶來比較明顯的降雨狀況 所以呢總而言之啊 下禮拜的這個天氣啊 大致上是有兩波的冷空氣的影響 我們來看一下未來幾天的降雨預測 星期日一直到這個星期二呢 其實目前看起來這個水氣並不多 要一直到星期二的晚上 水氣才會稍稍的增加 那到禮拜三呢 北部以及東半部有些下雨的狀況 提醒您下禮拜的後期 如果有些戶外活動 要特別留意這個天氣喔 因為在下禮拜的後期呢 天氣狀況是有比較明顯的變化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是溫度的這個趨勢圖 溫度的這個圖上面可以看到 北方顏色比較深的區域呢 代表是這個比較冷的區域 在星期二的時候 開始有點接近到我們海灣了 但是呢這個降溫幅度有 但是還沒有太明顯 第二波降溫幅度會比較明顯一些 我們從這個圖上面來看喔 到了星期四星期五呢 顏色比較深的區域 開始往南邊壓下來了 這時候也就代表 這個冷空氣離我們更近了一些 所以呢到了星期四星期五 這個天氣狀況 會有比較明顯的變化要多留意 溫度區域師圖可以更明顯看到 在這個星期二之前 高溫大約都是有來到28度左右 這是北部的溫度 但是呢來到星期三 有明顯的下降來到23度 到了星期五 可能只剩下19度左右的高溫了 所以呢這個溫度啊 在下禮拜是會有兩波降溫的 要多留意 至於在這個南部的溫度上面 沒有太明顯的變化 但是呢日夜溫差比較大一些 這個中午的高溫可以來到29度以上喔 但是早晚低溫大約都是在20度的上下 提醒您這個在南部早晚外出啊 都穿上一件保暖的衣服 最後呢來看一下我們明天台灣 各地的溫度 在這個星期天 北部大約是來到28度 那在中南部大約是28到30度左右的高溫 早晚稍微聊一點 大約是在20度左右上下 在台灣東半部 大約高溫是來到26到27度 早晚低溫大約也是只有20度喔 所以呢在這幾天 早晚的溫差都是比較明顯一些的 週末雖然比較穩定 天氣比較穩定 但是這個溫度要多留意 下禮拜三開始 冷空氣主要南下 降溫轉為猶豫 中南部這幾天要多留意 空氣平狀況都會比較差一些 好以上今天的天氣